大家好 你们要看我家咸凤了 今天他来了 很久没有放他出来玩了 一直放在一旁 没时间放他出来玩 有时间都是放小鹦鹉出来玩 把他给冷落了 帮他挠一下痒痒 他非常喜欢别人帮他挠痒痒 舒不舒服 还伸个懒腰 跑到地上来了 除草鸡开始除草了 瘡羡illar 试炎 坏 黄 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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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绿蛋跟毛毛虫也出来了 把这些除草鸡都放出来 让它们除草 这草太高了 飞到设备上来了 就你最调皮是吧 除草鸡快去除草 有只老母鸡过来了 来了一只大公鸡 大小绿蛋捉了一口 被大公鸡欺负了 毛毛虫还在除草 也被捉了一口 毛毛虫被捉晕了 它很勇敢 它还想飞起来咬大公鸡呢 被大公鸡捉晕了 它一直在甩头 应该问题不大 歇一会应该就好了 这大公鸡太厉害了 来摸一摸就不疼了 摸一摸 帮你摸一摸 毛毛虫很乖 我就喜欢它这一点 挺乖的 虽然它已经做鸟霸了 但是它还是像小孩一样 很会撒娇 就开始出草了 看毛毛虫身上一只毛的颜色 小的时候白白的很干净一样 现在做了鸟霸了 身上突然就变绿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现在身上是越来越绿了 现在身上黄绿黄绿的 感觉就变了一个品种了 飞了 飞到里芝树上面去了 这上面有个里芝熟了 摆下来尝一尝 这棵里芝树开了很多花 才结了几个果 很多粉丝们第二窝的这树小鹦鹉怎么样呢 今天给你们看一下 就这样 长大了很多 开始长仪馆来了 让毛毛虫看一下 毛毛虫它很信念我 我把它的孩子拿在它面前都没事 但是如果是小绿蛋 它肯定咬我 或者是咬小鹦鹉 好 把它放回去了 因为我怕它连窝太快 所以没喂蛋小米 死了三只 太可惜了